欢迎收看《有线新闻》 我是麦信妍 资金不断流入内地和香港股市 港股成交达到破纪录的超过4400亿 恒生指数秋升超过700点 至20600点水平 建近一年半的高位 一个星期计升超过2300点 升幅达到1成3 是1998年10月以来 最大的一个星期升幅 不过北水流走 单日正流出23亿 黄浩林报道 资金持续流入港股 期指结算日 恒生指数在破纪录成交之下 升707点收市 恒指高见过20743点 一度升超过800点 收市报20632点 建近一年半的高位 成交增加到4457亿 短炒我觉得应该是小注获利 第一 你说中线的 中线我们数到10月前后 11月前后都不会参差到哪里 小注获利纯粹是技术性超买得很重要 国庆周前后应该都不会参差到哪里 但接着数到10月底 11月5日就是美国大选 所以中线都是要准备分批减处 我觉得中线可以看着2万2的 但短线小注获利我觉得OK 港交所升穿300元大关 以全日高位收市 阿里巴巴重返红底股行列 美团曾经秋升1成1 高见170元 内房股继续爆升 南丑内房龙湖升1成6 一个星期计大升5成6 是一个星期升幅最大的南丑 介绍业爆升超过7成 内地降准和下调政策利率 内银股要逆市跌 见恐是最弱势的南丑 另外内地股市也都明显收盛 但成交之下 上交所系统一度异常近1个钟 上交所说关注到开始之后 股票竞价交易出现成交缓慢的异常情况 已经第一时间关注并且调查 上证综合指数升超过2% 一个星期升1成2 是2008年11月以来最大单周升市 互参300指数升超过4% 两市成交连续三日 突破万亿元的人民币大关 有线新闻 王浩南报道 中央积极出台政策 刺激经济和股市 至今明显流入中资股 大行高盛和摩根士丹尼 齐齐唱好内地股市 对冲基金经理就明言 会无上限投资内地股票 王浩南报道 星期二的一行一局一会记者会 加上政治局会议 近年亦罕有在9月部署经济工作 不少分析认为 或者又更具影响力和规模 更大的涉及措施出台 内地主要指数 这个星期累计升幅都有双位数 上证综合指数由9月中的7个月低位跌穿2700水平 不够两个星期反弹1成4 从上3000点大关 在美国上市三只追踪内地股市的ETF 这个星期头4个交易日 累升1成8去到5成5 累计成交建超过1个月高位 周年著名对冲基金经理 泰白说 内地支持经济的力度超过预期 而且内地股票的股值 比起未股低 会全面买入内地包括股票 ETF的资产 他管理的基金取消原来对内地股票 设置的上限保护机制 最近更加再增持阿里巴巴 北道等中资企业的股票 高盛和摩根士丹利 齐齐唱好内地市 高盛全球市场部董事总经理 老布纳形容 期待已久的中国股市复甦 可能终于到来 这次的政策对于内地的影响 和支持不同 与其美国大选结束 中国股市将会成为 投资者的关键组成部分 全球护卫基金 对内地股票的资产配置 比例只有大约5% 处于历史低位 对冲基金在中国股票 投资比重不够7% 是大约5年来最低 高盛相信未来有更大的买入空间 大魔就形容 内地的措施是史无前例 技术层面上 预期护心300指数 短期内仍然有大约1成的潜在升幅 有线新闻 旺高能报道 代理统计的二手楼价指数 短暂止跌 年升两个星期 最新报137.19 岸周升0.07% 两个星期计 升近0.4% 仍然在近8年低位徘徊 其中新界西 升近2% 跑赢各区 代理认为 大型银行恢复案揭 现金回赠 有利改善气氛 但发展商继续低价卖楼 短期二手楼价仍然受压 下星期二是国庆日 本港饮食业联同酒店业 在当日推出多项优惠 立法会饮食界议员张宇人 联同多间饮食业和酒店业界代表 宣布在国庆日推出餐饮优惠 超过3600间连锁快餐店、茶餐厅、酒楼和酒店等参与 提供低至7折的优惠 张宇人说 今年消费的市民可能不如往年 但是重新活动的目的 一直都不是推动生意 人数未必够去年那么多 都是120多万外面的人来 就算我们有多少进去国内 或者离开了香港 我想我们还有五六百万的香港人在 其实我们最主要就是大家那天开心心 慶祝国庆 政府下星期一在西九文化区 举行千人合唱赫国庆活动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社交平台说 国庆前一晚8点半 将会有1000个中学生 在西九文化区东草坪 演唱多首爱国歌曲 也会有破纪录2099架无人机 在维港上空展示国旗、国辉等图案 象征着今年2024年是国庆75周年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国庆酒会的时候说 新闻界有稳定社会的作用 任何人都不能够利用新闻平台破坏法治 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 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 没有人或者是行业 可以凌驾法律 无论是政府官员 普通市民 或者是新闻从业员 都要遵守法律 新闻的公信令和道德 更不能败坏于公器私用 利用新闻平台 破坏法治 做违法 煽动的人 当法庭身杖争议 外国政客 却因政治利益 歪曲事实 恶意攻击 敌尾香港的新闻自由 和人权状况 我们有责任 向歪曲事实的政客 直吃其非 如实反映香港的新闻自由 受基本法和香港其他法律 充分保障的事实 日本执政自民党 由前干事长石破谋 当选新总裁 他将会接替岸田文雄出任首相 石破谋承诺 带领自民党改革 务求重申取得国民信任 陈子军报道 五度参选更加在首轮投票 声微落后 石破谋在次轮投票 终极反胜 得常所愿当选自民党总裁 他在次轮投票 获得215票 力压获得194票的对手 经济安保担当大臣高市祖苗 石破谋感谢国会议员 和党员支持 说参选的时候 下决心要带领自民党重生 希望再次获得国民信任 做满三年任期 即將卸任党总裁的岸田文雄 勉励党友要不分派系 在新总裁的带领下 做出不负国民所望的成果 今次是自民党政治献金丑闻 令到党内多个派系解散之后 第一次党总裁选举 有多达9人参选 是力厘最多 由于首轮投票 没有候选人得票过半 得票最高的高市祖苗 和石破谋 要在次轮投票缺一胜负 日本国会下星期二 会举行临时会议 选出新首相 由于自民党在国会议席过半 新总裁石破谋 将会出任新首相 有线新闻 陈子军报道 在北京外交部说 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 是日方内政不作评论 又强调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是唯一正确选择 又呼吁要采取 积极理性对话政策 希望日方以始为鉴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 确立的各项原则和共识 树立客观正确的对话认知 奉行积极理性的对话政策 把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定位 落到实处 同中方相向而行 推动中日关系 沿着正确轨道 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被问到石破茂曾经访台 发言人重申 中方一贯反对 日本政治人物串访台湾 南韩就表示 期待与日本新政府合作 建立积极联系 两国是伦近 是近伦 同合作伙伴 期望以前瞻性的态度发展关系 中大医学院副院长卢旭明 明年1月8日出任中大校长任期五年 2019年返修礼事件期间 中大被称为报大 卢旭明说中大已经重拾正轨 又相信正常学术研究 踩中红线的机会低 谭晓彤报道 校董会一致通过任命之后 主席查日昭 和第九任校长卢旭明 一同见记者 卢旭明说服务中大27年 感情深厚 会自力为香港和国家 培养得才兼备的中大人 上任之后会多和学生沟通 聆听他们的心声 他被问到如何看 2019年返修礼事件期间 中大被称为报大 和校长段崇氏一度被称为断霸 之后又被学生和社会批评 2019年所发生的 对于大学来说 是一个前所未见的事情 大致那时到现在 其实我们已经重拾正轨 所以我相信我们会有一个 新的开始 就再努力集中在我们的 基本要做的事情 就是推动学术和教育 而关于段校长方面 他服务了中大七年 也都尽心尽力 他说虽然段崇智任内 经历社会事件和新冠疫情 中大的排名和学术声誉仍然有提升 感谢他的贡献 人权观察早前发表报告 说香港院校学术自由严重倒退 学术研究日后可否讨论八九六四 凡修例事件等 盧玉明说要注意是不是合法 我是很尊重学术自由的 但是你也要守法 这两个其实是一致的 就是好像我会想象 我自己是做医学方面的研究 但是我做医学的研究 我也要跟法律的程序 合规则 所以我相信 如果在正常的研究里面 其实我自己觉得 踩到你所说的红线的机会是低的 中大新闻与传播学院专业顾问 欧嘉伦 有四篇文章被法庭裁定据煽动意图 他早前向中大申请休假 入夫书院宿舍舍监一职 就继续出任 盧玉明被问到 欧嘉伦是否继续适合任教的时候 他说不评论个别个案 有线新闻谭桥同步道 盧玉明被问到 未来会如何处理校长和校董会的关系 他说两者应该是一家人 要团结为中大做事 校董会否认过去同段崇志 有争议的事件是风波 又说盧玉明的内地背景 并不是他获推荐的唯一因素 国庭精报道 中大过去几年校正风波 由22年更换校徽事件 去年有议员批评中大管制失效 校董会改组 和解雇被指为 段崇志左右手的副校长吴雪培 盧玉明被问到 会如何处理校长和校董会的关系 会不会觉得两者是上司和下属 我作为校长 而校长其实是我们校董会的重要成员 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是一家人 最重要是团结一起去为中大做事 希望不要以一个争议性的态度去望这些问题 这些是校董会进校董会应该有的职责 我们做了的事情也向公众交代 不是一个风波的事情 盧玉明曾经担任李家超竞选团队主席团成员 现在也是特首政策组的成员 和北京市政协委员 校董会否认这些背景 是令到盧玉明成为后任校长唯一候选人的原因 当然盧教授的背景不只是内地 在香港在中文大学显黑的背景 国际上的显黑的背景 内地只是其中一个背景 我在内地的一些公职 其实是一个桥梁 令到我们的声音可以带到内地 可以有决策的机构 至于中大学生会2021年解散之后 一直未有重组 盧玉明说大学支持重建学生会 会在他的领导下协助学生完成 查日超亦都期望学生会修改宪章的议程 可以在未来一年在校董会处理 有线新闻 获腾正不斗 外融最低工资调高2.5% 去到4,990元 新的最低工资适用于明日起签订的外融合约 较现有月薪4,870元 增加120元 膳食津贴就维持在每个月不少于1,236元 政府说调整系按机制 考虑了雇主的负担能力和外融生计 至于今天或之前签订的合约 最迟可以在下个月25日送交入境处处理 仍然会沿用旧的最低工资 公安部表明整治网络犯圈乱象 今年以来一共征办 相关案件700多宗 关庭违规网络账号超过10万个 柳卓南报道 公安部说高度重视打击整治网络犯圈乱象 特别是结合开展下季行动 会和有关部门持续严厉打击网络水军违法犯罪 包括犯圈群体实施的策量控评 流量造假等 同时打击偷拍跟拍 买卖人私信息等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 以及造谣诋毁 护士曼卖等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近年以来共侦办相关案件700余起 刑事打击800余人 行政处罚200余人 官庭违规网络账号10万余个 取得明显成效 特别是在巴黎奥运会期间 公安机关密切关注网上相关动态 采取有利措施 依法侦办多起设体育领域犯圈造谣诽谤 骂骂攻击等网络暴力案件 得到社会广泛关注和普遍支持 另外公安机关和宣传 民旅广电等部门加强协调联动 建立常态化工作机制 加强犯圈群体线上线下行为的管理 同时持续加强大型文艺演出活动 现场安保和票务市场规范 坚决防范发生重大安全事故 今年以来 已经保障2300多场大型文艺演出活动 安全顺利举办 公安部表明 下一步将会持续重拳打击 网络犯圈相关违法犯罪活动 提醒粉丝要理性文明追星 有线新闻罗卓南报道